合適的药可以救回一条命 不过同一样的药用在不同人身上 就会发挥不同的效果 严重起来更加会产生副作用 药物基因组学就是研究人类基因 如何影响一个人对药物的反应 由于每个人的基因都不同 有些人分解代謝药物太慢 会令到药物团积在体内 不可以及时排出 导致严重的副作用 但是有些人分解代謝药物太快 以至药未发挥到它最大的功效 就已经被排出体外 更加有些人在吃完药之后 就产生副作用 因为它的基因根本不适合吃这一种药 Prenetix的科学家和教授 已经研究了特定人类基因差异 如何影响我们对某些药物的反应 根据这些资料 以及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临床指引 医生就可以按照你的基因 来判断这些药是否帮到你 还是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这些就是药物基因组学的承诺 为你提供合适的药物 适当的剂量和正确的治疗 举个例子 如果你胆固醇过高 医生可能会处方降胆固醇药Statin给你 去减低心脏病发的风险 但是这一类药物 不单只会引发很多种的副作用 而且又贵又浪费时间 更加可能会延误了适当的治疗 药物基因组学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iGens个人化药物检测 可以了解你的身体对某种特定Statin药物会有什么反应 从而帮你的医生对症下药 时至今日 我们的iGens个人化药物检测 已经可以利用你的基因 要测对超过200种药物的反应 这些药物包括心血管类 精神科类 疼痛类 糖尿病类 滋敏药物类 常用药物和疑科类 你的DNA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你的治疗都应该是这样 欢迎来到精准医疗新世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